大家好,今天是8月4号 我来跟大家分享8月第一周大盘走势的回顾和下周反转日的预测 那么也是讲两个问题 先讲本周大盘走势的特点和不同时间结构技术指标的信号 第二是探讨下周的走势与反转日的预测 在我讲之前,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声明 本人不是有执照的投资顾问或经纪人 而是业余探索市场走势的玩家 纯属对大盘研究有兴趣 自己编了一些指标,我是闹着玩的 对我所言,您不必太认真 千万不能按照我说的去下单 你要跟着你自己的信号走才是正确的道路 好,那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本周大盘走势的特点和不同时间结构技术指标的信号 那么还是跟上周一样分两点 一个是走势特点和反转日预测的回顾 然后第二就是目前各时间结构技术指标的信号 技术指标的信号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先来看日图 日图的话呢,这个是周一啊 7月31号,一个小幅的上涨 那第一天是升,然后连着跌了四天 这个本周的走势的特点很简单了 就是一阳四阴 然后我们以前呢,在上个月的月初就说了 我们说7月31号到8月7号是一个新的趋势段 那么7月31号作为是趋势段的首日 它非常可能是一个反转日 那这一天呢,如果你这么看 你看不出来 我们把它变成线图就清楚了 它这一天,它正好是一个高啊 一个收盘高 而且这个收盘高是过去两年里最高啊 这个是今年最高 它也是去年最高啊 两年里最高的日收盘价 就是这个礼拜一 但是盘中价不是 盘中价是上礼拜四是最高 这个收盘价是这个是最 礼拜一是最高的 然后呢,我不太去讲这个趋势段了哈 但是这一周的趋势段是蒙对了 你看到没有 从这个高到往下走 它真的是抓了一个趋势啊 因为它出现趋势了 这个是趋势是蒙对了 然后我画一个直线啊 我把它标出来 OK,那总结 呃,七月份的时候 我一共给了七个反转日啊 就是根据我的这个波动性预测指标 我给了七个七个反转日 这七个反转日里边呢 有一个半是错的啊 那么就是五个半是对的啊 所以那你一个半你除以七哈 这个百分比还是OK了啊 就是说只错了一个半啊 就是这个预测还是OK 还是不错的 呃,然后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月图哈 因为七月三十一号是七月三十一号是八月 是七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OK 你看到的话呢 就是说从这个半图看哈 呃,SPS过去 过去是连续五周收养 五周收养了 但是这一周呢 这个月呢 它刚开始啊 这个不算啊 才才过了才来了几天啊 才四天 四个交易日 这个这个还不能算 但是我们看这个态势啊 态势就是它回到了原来的那个目标价的区间啊 回到目标的区间 然后呢 从技术指标来讲呢 呃,现在是连续多个月哈 都是买入的啊 已经一直都是买入 呃,然后呢 这个红绿灯呢 啊,这个绿灯呢 是连续三个月哈 都是全绿灯 呃,然后连续十个月呢 它是 啊,三个绿灯 有三个以上的绿灯 连续十个月 所以这个市场还是一个 呃 还是一个蛮强的市场哈 离历史高 只差了很少一点哈 大概200点 呃,然后我们如果是看线图的话 线图的话 它有一个回撤啊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然后我是把这个回撤 跟这个回撤 跟这个 它跌下来的时候 它有一个反弹一个高嘛 呃,然后它又往下走 那现在呢 这个高比这个高略高一点 因为我们是一个上涨的 它也是哈 所以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要看它什么时候呃 跌完啊 就这个要等这个角在哪里 这个我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跌完以后 它会继续往上走 这是月图 呃,周图呢 呃,我刚才提到了一个 就是说这个趋势哈 这个波幅是增大了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的波幅是119.67 啊 上个上周的波幅是78 78.51哈 所以这个波幅是增大 所以这个趋势段的预测 是把这个 这个趋势是预测到了 波幅确实是增大啊 这一周 呃,然后你从这个图来看呢 呃,有 几个价格哈 一个是这个价格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 回来了啊 他上面这个价格还没有到 4637哈 他没有,是这个高 没有到 然后他回来了 呃,这是一个情况 然后如果我们看线图的话 他也是这样 看线图的话呢 那 会不会就是说这个 这个高啊 这个高能不能够阻止他的 这个下跌 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他要走完了以后 我们才知道 呃 这个是价格指标哈 价格指标呢 呃,这个 趋势这个趋势的这个指标仍然是看涨的 呃,然后这个地方呢 他出了一个红,本周出了一个红灯 但是,但是是三个绿灯 一个红灯 他仍然 这个仍然不能说他是一个跌的信号啊 就说,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趋势性指标 他是,他是滞后的,因为他会比那个 呃,比那些周期波动性指标,他是滞后的 这个是 就是 weekly图哈 然后我再多看一个图 多看一个图呢 就是 这个图呢 是,还是weekly图哈 那这个指标是什么呢 这个指标是 呃 PP 啊 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把日图里边的这个 这个 piverpoint 把它变成是一个年的piverpoint 那这个指标呢 他有的时候是蛮准的 啊 那 我们上个礼拜就没有 忽略了这个哈 没有看到 有图 我有这个图 但是没有 没有看到 就是说 呃 这个是年年限的 4608.22哈 这是年的PP 这个就是R1啊 阻力1 所以他回来了 然后你看哈 啊 20 21年哈 他也是他走到了这个高 略过了一点 然后一月份 去年的一月份 他又 又走了一点 然后就开始一个大的回落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支撑哈 在这是R 在R1做了一个支撑 然后在R2呢 就把它整个就停 这个这个仗势哈 整个停了 呃 然后20年的这个最低点 那么是在这个S2 啊 这个S2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指标呢 也告诉我们 可能 也是预测了哈 只是说 我们没有 上周忽略了这个指标 好 然后我们看 呃 日图的 日图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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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哈 日图 技术 指标呢 呃 我这个卖哈 趋势 趋势 指标的话呢 Trend Rating 他卖出是在7月27号 啊 然后一直7个交易日吧 他是到目前仍然是卖出的 红绿灯是连续3个交易日 4个红灯 呃 从 这个图形来看 他现在是一个新的区间啊 那这个是呃 7月3号的高哈 7月3号的高 他是4458啊 然后呢 这边呢 是6月16号的高是7748 所以啊 基本上呢 从图形上看哈 我们是在这么一个区间里边 啊 这个高啊 4607啊 4458或者4448哈 这么一个一个区间 呃 那 如果让我猜哈 我如果猜的话呢 就是说 我估计下周 他是在这个区间里边 当然我就估计可能是错的 下周应该还是在这个 有70%的可能 仍然是在区间里边走 好 然后 我们看一下那个 日内图哈 15分钟 这15分钟图是 收盘 周五收盘是卖出的 30分钟周五收盘是卖出 啊 啊 60分钟图 啊 周五也是卖出 啊 总结 月图是连续5个月上扬 啊 啊 就这个 7月份呢 一共 比6月份上涨了 138.58% 或者是3.1% 然后从技术指标呢 我这是连续10个月被买入信号 啊 周图 啊 是连续3周收扬之后呢 本周是收复了 那本周呢 一共是跌了104.20 或者是2.3% 啊 那么指标呢 是连续第18周 为买入信号 啊 日图连续7天为卖出信号 连续3天4个红灯 4个红灯 然后周一升 其他4天都是跌的 啊 日内图 周五收盘的时候呢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均为卖出 非价格指标哈 嗯 这个是VIX哈 VIX的话呢 啊 给我的印象就是说 我我上上礼拜讲了哈 它是一个双底 双底的话呢 那 就是表明这个市场价格虽然一直在生哈 也就是说 VIX下下错哈 那么就是 SPX可能会上涨 这是一个 我的一个判断哈 就是从VIX 这个图的图形来看 判断双底 啊 越过波线 然后 可能是要回回来啊 回来就是价格 要往上走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VXN VXN呢是 是NDX的波动性指标哈 我为什么看它呢 因为 呃 这个这一周哈 V NDX是 连跌了四天啊 跟那个 SPX一样的 但是 礼拜四 礼拜五 它是连续两天是 也是下跌的 那这就 给了我们一个印象哈 就是你看 连 连着两天下跌 也就是说 嗯 不恐惧了 啊 这波动性 不恐惧了 所以 NDX哈 他告诉我们 礼拜一 可能会是一个上涨 周一 周一或者周二哈 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然后这个是 52周 NEW HIGH NEW LOW INDEX 那周五 啊 这500个股票里边呢 有17个 创了新高啊 这比上周就是少了啊 然后呢 创了新低的有11个 所以这个指标呢 它是一个往下的 嗯 那这个指标呢 它有一定的提前量 有的时候 他 看不太出来哈 有的时候是有提前量的 你比如说 礼拜一啊 礼拜一 啊 价格是收 是收正 收正的 但是 他的均线 和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指标的那个数值呢 都是负的 他就是预测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从这一段开始 是一个比较低的 然后这边上涨 那么 这个创新高的越来越少 创 创新低的变多 所以他也是提前 啊 这个指标呢 他有一定的提前量哈 至少礼拜一你要看的话 他是一个往下的 那他现在目前是 是卖出的信号 啊 然后呢 这个是 AED Index 就是上涨股票数和下跌股票数的差 啊 那这个指标呢 他目前是看跌的 他也有一定的提前量哈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五哈 我们说他看跌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哈 他 他这个均线还是下跌的 然后呢 这个高 价格的高 高过高过这边哈 高过这边 但是这边呢 这个技术指标他反而比较高 所以他有一定的提前量哈 那现在呢 我们是走到了下波端线 所以一共我们一个暗示哈 会不会这个地方又往上抬一下了 到了波端线 然后呢 Volume Index 跟他是一样 跟跟这个 上升下跌股票数的 是一样 他也是目前是看跌 但是也是走到了波端线 会不会 下面有一个反弹啊 然后这个是ADLINE ADLINE呢 是礼拜一 一个走的一个最高 然后连跌 四市 连跌了四市 然后 那这个这个指标呢 你看大 他主要用来看大方向 但是如果说你看短期交易哈 这个 这个指标不提前的 没有提他不如 这个 这个ADLINE哈 不如 不如我这个AD INDEX好看 AD INDEX 它是会有提前量的 这个是看大方向 现在我们来探讨 下周 下周的走势 与反转日的预测 那我还是跟上周一样哈 分两个问题啊 先谈一下 下周SPS 波动的目标价 啊就是 支撑与阻力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 对下周 反转日的预测 我来 讲一下 这个是上周哈 这是我上周 给的那个目标价 那么这个 4480 啊就是 我们 本周的最低价 也就是今天的最低价 啊 这个是非常 接近的哈 本周的最低价是 44 74.55 那我们 上周 给的呢 是 4480 那 差了不到5点啊 4.5 下周的 我现在计算呢 我是按照这么这么这个图来 计算的哈 低端是 4485 高端 4607 中线 4546 然后 上方的阻力 啊 也就是上方 可能的目标价 4546 啊 这是那个中线 4607 高端 4635 向上的 123%的延伸 4667 是150%的向上延伸 然后下方的支撑 4458 4458 4458 就是6月30号的前高 或者是 44 48 啊 就是 4458 4448 这是 一个 蛮重要 下周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啊 然后 如果这个支撑破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去 呃 呃 会看到 spx去4424 啊 向下 负的150%啊 然后呢 4410 啊 负的161.8 啊 那最后一个是4364啊 就是向下的负的200%的延伸 我觉得是不会到这儿啊 到到这儿的可能性比较小 嗯 OK 那 下周呢 啊 下周反转日哈 我这是有三个反转日哈 那 第一个啊 第一点呢 就是礼拜一 啊 我们已经知道了8月7号 是 7月31号到8月7号趋势段的末日 这一天很可能是一个反转日 啊 那 下周一呢 我猜哈 按照我的指标来看呢 嗯 他 有两种可能哈 一个可能就是说 低开高走 啊 或者就直接就高跳高啊 为什么 因为ndx的波动性指数哈 连着跌两天 他告诉我 nbx哈 很可能周一是要上涨啊 他会带动 ndx上涨会带动 spx上涨 道理很简单啊 他其主要作用的几个权权重股 他在这边也是 在spf他也是 所以 嗯 这是一个可能哈 但是 万一 他 他 他没有 没有这个低开高走啊 或者高 他没有 他收负了 收负了 他也正常 收 如果是收负呢 那下周二可能就收正 就是 如果收负了 说明这是一个盘中价的反转日 就是礼拜一 那第二点呢就是周四和周五哈就是8月9号到8月10号的有个小区这段只有两天的那这两天是可能的反转日 啊 然后第三点这个是我上周也谈了哈 当两个反转日紧挨直的时候哈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呢就是 一天 他是一个 收盘价的反转 另一天是盘中价的反转你比如说这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啊 礼拜一和礼拜二就是他就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一个是收盘价的反转一个是盘中价的反转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方向完全是相反的 完全是相反的方向 然后第四 第四点呢就是说 啊 我的判断呢 我不敢讲方向了哈 我的判断呢就是 下周 是震荡的一周 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4458 或者是4448 4448 4458到 4607 这个区间 的走势哈 那么这个区间就决定了 他下一步 可能的 这个走势哈 那我们回到这个图上 回到这个 日图哈 我们回到日图上来看 所以这个支撑呢 他前面有两个高啊 所以是一个蛮重要的支撑 啊 如果周末哈 没有什么特别坏的 可能 上半周他不会 他不会 不会跌破这个地方的啊 啊 就是 就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是 礼拜一会在这个 这条线会撑住的 呃 那边的到这儿哈 然后他可能会二次检测 我 我觉得 那后 礼拜四 礼拜五哈 可能是一个二次检测 这是我的一个就是从图形上来我猜哈 但是 你也不能排除啊 我说的这个是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啊 有这种可能 他有百分之三十他可能插下来了 有 也可能是有百分之十几啊 十五 他又他上去 他这下礼拜就突破这个了 这个是有百分之十五啊 突上去 这个下来可能有百分之三十 这下来 但是比较大的可能是 反弹 回撤 然后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蛮关键的就是他这条 限冬的手术啊 这是很关键的 好了 我就想讲到这儿哈 感谢您的观看 请在评论区啊 下方的那个评论区啊 留言 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 感谢您的订阅点赞 也分享转发 也希望您关注本频道 其他方面的内容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